到最后我讲到就是把Python转换成VBA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的语法很简单 有没有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没有使用任何的Plan 其实我觉得写程式不太需要太多的Plan 我觉得你很多地方就平铺值需跟他讲 他其实就帮你写出来 因为我觉得XLBD它里面的程式方面的大数据其实还蛮够的 那你就直接把程式贴上 他就帮你转出来了 不过VBA里面当然其实要VBA要RUN很简单 就是开一个Module贴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可能要请大家自己再找这样的功能 不难找 VBA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它在Excel里面 第二个的话有一些公司有些企业 它不允许直接执行Python 因为Python是额外的一个东西 它有资安的疑虑 但是理论上Excel应该是每一个电脑都会有的 那也就是每一个电脑有Excel的话就会有VBA 所以以后假设你们公司有那个资安的限制 你要装一个Python它不见得一定可以装 那这个时候那你就把它转成VBA 也可以RUN OK 那那个VBA的话呢 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的话呢 它的形态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是Sub 那这个Sub比较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我们刚刚不是写 请那个Charlie VBA的写 写出一个程式的时候 我第一个跑出来没有DF的话 那那个就是Sub 有类似就是等于是 它的中文的翻译叫副程式啦 或叫子程式 反正就是一个直接执行 它不会有任何的Return 有没有 也不会需要传任何参数 那就是Sub 那第二种形态就是Function 那Function的话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CiaoGPY产生的DF啦 DF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那有Function的话呢 就会传参数 有没有它也会Return 那如果你没有特别讲 可能那个CiaoGPY的话 帮我们产生就是Sub 可是你想说刚刚同学马上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要 让它直接Return 我希望呢 能够像以Sail里面的 那个函数一样的使用 也就是说呢 可能我填了一个参数 是一个年龄给它 它会Return一个结果 直接就Return到 我所指定的储存格 有没有 那这个怎么写 而且很简单啊 就是一向在底下 你直接跟它讲 请帮我改成什么 改成函数 或者是请帮我改成Function都可以 好像刚刚同学就直接 请帮我 改为什么 改为一般是Function 如果Function如果你不会拼的话 你就把它打中文 好像中文它也通了 Function的话就是什么 F-U-N-C-T-I-O-N Function OK 就这个名称 但好像试了一下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帮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法 我们就请帮我转的函数 Enter一下 好 当然 有没有 它马上的话呢 就帮我改成 所谓的Function 不过我发现 它好像两个都出现 上面这一段 特别注意到它的单位一定是一个Function 结尾的话一定是EndFunction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函数 但是底下呢 它又出现一个Sub 所以其实里面 我们需要的应该是这个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不用两个 你只需要呢 把其中一个复制 就是Function部分 然后把它贴一样 要贴哪里呢 反正将来 你记得啦 以后如果你要执行那个 这个VBA的话 那一律就是放在模组里面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你把它一直贴 贴到下面就可以 那你说老师 我很多我想要分类 分类可以 你就再按右键再插入一个模组 那你就放在第二个模组 第三个模组 第四个模组 这个每个模组名称你可以改 你可以不同的程式 放在不同的模组里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刚开始学习 没有那么多 你刚才全部放一起 比较不会找不到 不然之前有同学一直插一直插 最后可能有重复了 那不能有重复的Function名称 只要有重复 它就会出现错误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原理原则 所以以后你学PP很简单 记得它有两种形态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这个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请务必把它写在模组里面 OK 这样就OK了 那至于RUN的方式 Sub是直接从这边执行 那Function记得不是从这边执行 因为很多同学又搞错了 Function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bug 它说不正确的名称 为什么不正确名称 因为上面的名称 跟下面的名称一样 所以呢 我干脆把上面这个先砍掉算 或者把上面这个改个名称 不要跟它一样 因为在VBA里面 不允许重复的名称 这一点可能记起来应该就OK了 好 那RUN的话记得 不是从这边RUN 如果你这边RUN它会挑这个 不对 这个RUN呢 只有在Sub里面 才能RUN 那Function怎么用 Function的话记得 它实际上 就是一个函数啦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这边写完之后 你可以在这边执行 那它其实主要是弥补什么 就是以色列里面虽然有 目前好像400多个函数 但是很多函数 可能跟你要的不一定存在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写 写完之后 比如说我想要判断年龄 这个应该里面没有啦 那怎么办 你就直接插乱书 然后接下来 它在哪里呢 使用者定义 这边就有了 那使用者定义什么时候出现呢 就是当你有Function 还有的 你要注册 那他的同学 奇怪怎么没有 应该是没有启动 他就不给你乱 或者是说刚刚好就是要在全部那个 往下我最后拉 我的最后拉 我是选 类别是写全部 然后就要对应到你刚刚设定的那个名字 所以他有 有 但是他就是没有给你一个类别 就不会是特别的 不过理论上 我记得都有 但是为什么你这边没有 可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那你有啟用了吗 有啟用的 我是公司的版本 我要跟他一样 全部 那记得就是因为理论上还是说版本 因为2016以后的版本 就变成他没有独立一个类别 那你们可能要全部里面找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因为有使用者定义 那我在这边 如果你没有你就全部里面 那因为呢 假设你是 就是 那个名称你就找那个名称 因为那个名称我们叫什么 叫这个 这个名称的话 我这边的名称好像 我这个名称是C 所以变成你就要到C里面去找 C的话看一下 C开头 全部里面C开头 或者是另外干脆你就取一个名称 用中文也可以 对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用中文的话 那往下拉到底 因为他一定排在最后面 不然的话 这个实在太难找了 这个Check Edge 有没有 OK 那按确定 那一定会有个参数 叫做Edge 那我给他一个Edge 比如我给他15岁好了 然后呢 他就会return一个什么 你未成年的结果 那return到哪里呢 就是在你滑鼠 游标所停的储存格 他就会把你未成年的这个资料 丢到这里面来 OK 所以return的话 就return到储存格的意思 按确定 你未成年 那如果同样的旁边再一个 插入 最近实用过 我看有 最近实用过他不会 所以这边不好找 我用的实用的定义 比较好找 按确定 那比如说我20岁的话 那return应该是 你已成年 按确定 有了 有没有 所以哦 这样的做法 就可以大大的 让本来你的 这个Excel里面 没有的函数 它就可以自己产生了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有AI之后 应该慢慢 语言跟语言之间的隔阂 当然会越来越小 OK 剩下来的就是说 有一些AI没办法帮你的地方 你就要自己注意 包含就是说呢 什么 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你 他没办法帮你打开 不过你是可以问他 请问一下 那个Excel里面的开发人员 如果打开 他应该会指导你 还有呢 如何把这个Sub贴上 记得是从这边 然后呢 在这边按右键插入模组 模组在这里哦 OK 然后把程式贴在这个 贴在这上面 所以将来呢 如果假设你打开之后 这个程式里面是空的话 那你就再把模组点两下 他程式就出来 大概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以后的话呢 你只要会用CharGPT 会叙述问题 会产生程式 会贴上 那其实 你就等于你会写VBA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假设 你说 你要问你说你会不会写VBA 那这有什么简单的 是不是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但是啦 还有一些可能小细节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在找时间 去花时间 那坊间的书籍 你就不用从头读到 你就是读那个 你比较需要知道记忆的那些部分 就够了 那至于它的Sample 你可以记他的那个产生的那个问题